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双刊新造型,黑红颜色,惊艳登场。 从电视节目转型到时装圈全新造型,杨子在时尚先生两期杂志上亮相, 近显其多样的时装风采,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职业形象、热情、温柔、坚定、自信、高雅,得到大家的认同。 他以一种既能干又理智的姿态出现,在时尚先生的最近一集里,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杨子在表演与时装两个方面均有不俗的表演,显示了他对于职业与生活的把握, 以及他所拥有的无穷的潜力。 杨子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魅力,在2023年时尚先生两期杂志上频频亮相, 引起了时装圈的关注。 他的职业形象、热情、温柔、坚定、自信、高雅,得到大家的认同。 除此之外,除了出引了长相思之外,他还成为了时装业的明星。 杨子用他的才华打败了以前对他的怀疑,并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多方面的形象。 他以一种既精明又理智的姿态出现,在时尚先生的最近一集中,令人难忘。 从电视节目到时装业,杨子已经在多个行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示自己的职业风采,以其特有的职业气质赢得众人的喜爱。 杨子以他既能干又理智的外表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最近一次参加时尚先生的活动,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简单而又时髦的装扮,搭配恰当的饰品,彰显出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气质与气质。 无论在影视圈还是时装圈,他都有不俗的表演功底,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生活把握得很好。 总之,杨子今年可谓是大红大紫,因为他不但出演了长相思,而且还成为了时装业里最耀眼的明星。 他用自己的能力,战胜了所有人对他的怀疑。 他以一种既精明又理智的姿态出现,在时尚先生的最近一集中, 令人难忘。 他在不同的款式中,变换着不同的造型,既有对职业的把握,又有对生活的把握,有无限的可能。 你怎么看待杨子的穿衣打扮呢? 他的胜利会给时装行业带来冲击吗? 杨子,中国电影、电视剧的新一代明星,杨子凭借其出众的演技和特有的个人魅力, 为广大观众所钟爱。 他不但在许多受欢迎的剧集中扮演角色,而且也因为他的勤奋与才能而获得业内的认同。 所以,是什么使他从充满竞争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本期节目将揭开杨子的传奇之谜。 首先,由于杨子精湛的演技以及对这个人物的深刻了解,他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 在《亲爱的翻译官》等电影中,他所饰演的人物性格生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展示了他高超的表演技巧和对人物情绪的把控能力。 他精彩的演出打动了所有人,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其次,杨子勇于在新人物、新主题上进行大胆的尝试。 他并不以自己的舒适区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他敢于向各类人物发起挑战,并努力打破自身的限制。 不管是甜美甜美的女主,或是干练的女强人,他都能把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示了他的演技。 除此之外,杨子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性格而被大家所喜欢。 他在社会上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福利,传播着社会的正面力量,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责任心。 他的辛勤工作,不但为歌迷所喜爱,更为全社会所认同。 总体而言,杨子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人气,除了他精湛的表演外,更重要的是他积极乐观的性格以及勇于尝试的态度。 他的成就并非只靠自己的勤奋,而是他对表演这一职业的执着和喜爱。 我们坚信,杨子一定会用他独有的人格魅力,不断地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再续写下一段精彩的故事。 杨子李宪二大新剧《国色芳华》开始置井,预计离开机日子不远。 近日,备受关注的杨子和李宪再次合作的新剧《国色芳华》传出了好消息。 据报道,该剧的行车证已经出炉,并且已经开始进行置井工作,这预示着离开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国色芳华》是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为主题的电视剧,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通过互相帮助和理解,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杨子和李宪在剧中分别饰演主角和配角,他们的表演无疑将为这部电视剧增添不少亮点。 据了解,该剧的置井工作已经正式开始,剧组正在全力以赴地打造出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场景。 同时,行车证的出炉也意味着剧组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离开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对于杨子和李宪的粉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两人在合作玩亲爱的热爱的后,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默契的配合,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此次二大合作新剧《国色芳华》,相信他们一定会再次给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 总的来说,《国色芳华》的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预计离开机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作为一部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元素的电视剧,该剧将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和文化内涵。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和李宪在这部剧中的精彩表现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